好我们之后来看到的是印度的疫情肆虐 其实呢这个大胡节从1月中就开始了 也被认为呢是当地疫情升高的一个祸首之一 那么尽管呢最近每一天的新增确诊数 在印度呢都超过了30万例 但是在4月27号这一天呢 也就是这个最后一次沐浴恒河的这个仪式 仍然呢是有25000人来参加 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现场的民众怎么说 这个印度重要的节庆大胡节呢 其实是每12年才会举行一次 那么每一次呢围棋是55天 虔诚的教徒是相信呢在这一段期间 到恒河来沐浴 不仅呢能洗刷罪业 还可以让自己脱离生死轮回 那么以往的这个盛誉仪式呢 动辄是有数十万的印度教徒参与 那么在这个月的14号的盛誉仪式呢 就有超过90万人来到恒河沐浴 但是受到了今年的疫情影响 这一次的最后一场盛誉呢 参加人数是只有25000人 不过呢印度时报就痛批说 无论是30万还是25000人都太多了 认为当地政府呢控管不当 就怕这个仪式会成为超级的破毒事件 那么印度的疫情呢 是已经失控了引发全球关注 那么当地的医疗资源匮乏 新德里呢 在连这个提供病患使用的氧气 都需要民众自己想办法来取得 在当地呢 有一名女子沙哈 她就花了好几个小时 到处去寻找能够充氧气瓶的一个场所 结果呢排队排到一半就收到了噩耗 因为她确诊的母亲呢 是已经死于新冠肺炎 先来听一下她的访问 由于这个印度呢 第二波的疫情急速恶化 也导致当地的医院爆满氧气不足 那么刚刚这一名 印度的妇人沙哈呢 她因为母亲染疫了 所以呢 她到处找寻氧气的供应 最后好不容易在这个新德里的工业区 有一间充氧的工厂前 排队等着帮她的氧气瓶来补充氧气 最后呢 更跪在地上哀求这工厂赶快开门 不过过了一段时间呢 仍然在排队的沙哈呢 是接到家里头打来的电话 告知说母亲是已经过世了 那么尽管呢 旁边的民众是试图安慰沙哈 但是呢 她早就情绪崩溃 瘫倒在地 那么新德里呢 在过去几天呢 不到四分钟呢 就会出现一起死亡病例 因此呢 其实医院也已经没有空间 在收治病患了 那么家属呢 也都只能在家里头 帮这些患者 接上氧气瓶来试图 帮他们治疗 而面对这样子的惨况呢 德里的高等法院 昨天开庭 针对了这个新德里 供养不足的宿院案 来审理 在听取了苏彦方跟中央政府两方的陈词时 法院再度对新德里 没有获得足够的氧气供应提出了选择 认为说呢 这个疫情爆发以来 印度的中央政府的应对能力失能 好另外也要看到一起让人家相当心痛 也很震惊的一个画面 以色列的东北部墨兰山呢 当地时间29号是举行了勾火节的庆祝活动 现场呢 大约是挤进了有10万名的民众 没有想到呢 爆发了严重的踩踏意外 根据了多家媒体报道呢 以色列的国家紧急事务部门是证实 在目前呢 至少有40人在意外当中丧命 另外还有超过百人受伤 目前这个现场的抢中行动还在进行当中 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呢 是已经将这起事件定调为重大灾难 下令要全力来抢救 那么这个勾火节的活动呢 其实是犹太教年度最重要的活动 有运呢 是属于这个欢乐的庆典 尽管这个官方仍然是要求要防疫 原本是预估数万人的活动呢 最后吸引了数以十万计的民众参与 小小的这个台阶步道上头 可以看到画面当中 参加的群众呢 被挤到几乎没有办法动弹 根据CNN报道呢 这个踩踏悲剧的原因哦 一开始传出呢 是疑似有看台倒塌 但根据现场记者还有目击者描述呢 很有可能是因为人潮当中有民众跌倒了 才会发生不幸的意外 以色列警方呢 目前正在试图厘清大量伤亡的真正原因 另外一个焦点要来关注到 是菲律宾和大陆之间的南海争议了 从三月以来呢 是不断的升温 马尼拉的当局是指出呢 有大约220艘的大陆海上民兵船 在牛二郊来集结 因此呢 他们是向北京当局提出 至少有五次的外交抗议 要求他们立即离开飞国的专属经济海域 那么随着呢 菲律宾明年5月的总统大选将近 南海争议呢 也成了菲律宾的热门政治话题 菲律宾的海巡署 还有渔业绩水产资源局呢 最近在当地的这个专属经济海域演习 菲国和大陆官员呢 也展开了言辞交锋 那么菲律宾总统杜特蒂 28号晚间呢 是在电视谈话上面表示 我们不想和大陆开战 大陆是个好朋友 我们欠了很多感谢 当中也包括了大陆捐赠的疫苗 不过杜特蒂也强调了 但有些事情呢 真的不能让步 我希望他们能够理解 我也有我的国家利益要保护 那么对此呢 立场激进的菲律宾渔民组织 就发表声明说 也批评这个杜特蒂 把菲国的主权呢 当成换取大陆疫苗的筹码 形容杜特蒂是傀儡 还说呢 杜特蒂把这个傀儡角色 带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另外要来关注到的是 这个美国军方的将领 日前呢 曾经提出了警告说 大陆很可能会在六年之内出兵攻打台湾 那么英国的经济学人呢 就在最新一起报道当中指出 美国对台湾情势的模糊策略不再有用 使得台海呢 很有可能要爆发冲突 成为地表上最危险的地方 看到画面当中呢 这个就是经济学人最新一起的封面 上头呢 有台湾的地图 还覆盖着雷达指标 所有两边呢 各自呈现了有大陆解放军和美军的小光点 封面标题上头就写到了 地球上最危险的一个地方 副标题就写着 美国和大陆呢 必须避免台湾未来的命运 可能引爆的战火 报道里头是表示呢 过去数十年来 由于美国和大陆之间呢 保持着高度的模糊性 也使得台湾能维持和平现状 那北京高层呢 坚持只有一个中国 而且是他们所领导的中国 并且认为呢 台湾是叛乱的一个省 美国认同的一个中国理想呢 但却花了七十年的时间 确保其实存在两个中国 然而呢 美国长期不向外保证 会在台湾遭到武力侵犯时 出兵协防台湾 这样子的一个模糊策略呢 显然是已经行不通了 所以美国开始担心 已经无法借此 嚇阻大陆武统台湾 文中也提到了 即将卸任的这个 美国印太司令戴维森 上个月在国会作证时 就警告说 这个大陆最快呢 将会在六年之内 企图攻打台湾 那么后任的美国印太司令 阿基里诺也说了 大陆攻打台湾的威胁呢 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更为严重 更为逼近 经济学人呢 也之前也曾经在另外一篇文章中 写到说 虽然这个全面冲突的情况 不太可能立即发生 但是 美国是极度担忧 那么美国的前国安顾问 麦马斯特最近就指出 台湾目前呢 正处于极度危险的时刻 北京是否出兵 攻打台湾的关键日期 很可能呢 就是2022的北京冬奥 或者是中共二十大之后 您想知道最到位的 国际时事分析 最精准的国际趋势解读 请立刻订阅 全球大视野频道 这是中天的国际频道 你也可以到中天电视频道的首页 找到全球大视野频道 点击进入之后呢 立刻订阅按赞 分享开启小铃铛 浏览完影片之后呢 不要忘记按赞留言 请大家来抽一波订阅 全球大视野频道 优优独播剧场——